看屏幕,我们今天开始讲一个犬线管理的框架 那么我现在大概说一下这个犬线管理框架 咱这个课程它具体的安排 来,我打开笔记 0323,0323,0323,Sero,课堂笔记 好,那么今天是咱们Sero课的第一天 好,那么今天主要讲什么呢 两个重点,上我一个重点 基于URL的犬线管理 然后Sero基础 好,那么整个课程的目标我先说一下 然后我再说课程的安排 这个课程目标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先来看 讲犬线这一块 你们第一个项目可能也用到犬线了 好,那么你们第一项目用完犬线 你可能觉得这就是犬线嘛,对吧 没有一个系统的这个知识体系 那么这两天呢 咱们主要给你把系统的犬线管理的知识体 给你穿下来 将来你去面试 如果问犬线管理 你一定是能达上来的 好,那么首先第一个目标 我们要了解 了解什么呢 基于资源的犬线管理方式 什么意思 一会我就想一说 你们之前说的什么 又是角色什么乱七八糟呢 一会我都会讲到 但是这些是什么 是标准的 这个什么呢 标准的解释啊 标准的称呼 之前你可能没有标准的准备 第二个 我们要什么呢 要掌握 选线 它的数据模型 这数据模型 是当初咱们讲 MyBytes的时候 那几张表 表一表之间的关系 对吧 好 这个啊 这个模型得掌握 你掌握这个模型 是不是跟你的开发有点接近 对吧 好 然后咱们再来继续 我们把这个 一些基础的东西 说完之后呢 我们要掌握基于 URL的 选线管理 基于URL的选线管理 是不是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对吧 好 那这个到底是干嘛的 我们不使用Sero 就这个东西啊 我不使用Sero 教大家怎么做 来实现选线管理 有人说 老师我们第一项目就做过了 我们那个就不用Sero 那么你看呢 我再给他做一遍 肯定和你们第一个老师 做的不一样 所以说呢 你呢 学的多点呢 对你自己有好处 第四点 Sero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 那现在什么呢 就是Sero实现用户认证 然后第五点 Sero实现用户的授权 有人说老师认证授权是啥 一会我都解释 第六点 第六点 第六点就是第二天课的重点 是什么呢 就是Sero 与我们实际的企业项目 整合开发的方法 那么当然这个项目 是我们限定于web项目 就BS架构的对吧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课程目标 也就是你现在发现这个目标 我现在这个Sero只是后三点 前三点是不是没有谈到Sero的事 所以说今天的 我们讲的这个权限管理 你不要认为就是我学了一个Sero框架 我就会用而已 不是啊 是整个权限管理的解决方案 我要教会你 能理解不能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来看我们这个课程的安排 整个课程的我们分为两天 第一天第二天 那么第一天呢 我们是不是就说这两个东西 对不对 这两个东西 然后第二天呢 我们主要说什么呢 Sero的应用 那这个Sero的应用就是我刚才说 Sero与企业web项目整合开发的方法 那我们要 要讲案例的 要开发的 要把整个这个权限控制的实现出来 好 然后第一天也就是今天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细话说一下 首先呢 你得我们有一些原理性的东西 原理的知识 这些原理的知识是什么呢 就是权限管理 对权限管理的理解 对权限管理的理解 那么权限管理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先搞清楚 什么是权限管理 对不对 那权限管理搞清楚之后 发现权限管理总共包括两部分 哪两部分 用户认证 那讲用户认证的时候 我要跟大家说 什么是用户认证 用户认证的流程 用户认证的什么呢 实现方法等等 还有用户授权 授权 看见没 也就是咱们在讲原理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这用权限管理 包括的认证和授权 搞清楚对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说 权限管理的什么呢 解决方案 那这个解决方案 我会跟大家说 业界是怎么做 这个权限管理的 在普通的这种web项目当中 有哪些方法 列出 一二三 三种方法 好 我们把这几种方法 说完之后呢 其中有一个方法 是使用最频繁的 就是什么呢 基于URL的 权限管理 基于URL的权限管理 实现 那这个就是 开发了 开发了 上午要干的活 这重点 这是重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 说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学习CHEREL基础的内容 那么CHEREL基础的内容 还是跟我们学习 MyBites 是不是用MVC一样 我们先了解 CHEREL的什么呢 架构 CHEREL的架构 然后再了解 CHEREL进行什么呢 用户认证的方法 然后再有CHEREL 进行用户授权的 方法 对不对 然后咱们把这个 说完之后 明天 好了 开始开发干活 对吧 当然 咱们今天的 开发点 重点 这儿 这儿有个开发 不使用CHEREL 要实现权限管理 然后当然 这个CHEREL基础 这里边的 这都是重点 为啥 因为都是基础 你要不会的话 明天这个东西干不成 这就是我们 大概两天的安排 那这两天的东西呢 应该说是 整个课程是 系统架构级别的课程 系统架构设计 相关的课程 那也就是说 这一块 我就说 是一个什么 你可以认为是个高大上的东西 也可以认为将来是给你加分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要学会 对你非常有帮助 知道不知道 别人拿八千 你可能就拿九千 当然不会八千一百块钱 不可能 然后再往下看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说 原理部分 选项管理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搞清楚 什么是选项管理 好 那么 我们目前来说 应该是 好多同学 大部分同学 是没有什么项目经验的 但是在座的 应该也有 有工作经验的 注意 只要有 用户参与的系统 那一般都会干嘛呢 都要有选项管理 那有时候老师 选项管理 是不是和用户有关呢 没错 那么这个选项管理 都要解决什么呢 这个选项管理 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我们要搞清楚 你这个系统允许用户 访问不允许 允许什么样的用户访问 那我允许你访问我的系统 好了 我让你访问什么呢 我哪些资源 看这一段话 选项管理实现的是 对用户访问系统的控制 看好 有一个动词对吧 控制 然后呢 按照我们的安全规则 以及安全策略 来控制用户可以访问企业 只能访问的资源 这里边我打红的啊 一个控制 一个什么东西啊 资源对吧 没错 这一段话 这一句话非常关键 这一句话 好 那这里边呢 提到了一个控制的事 还有一个资源 对吧 那不管是什么呢 你进行其他的一些什么认证啊 授权啊 一会我马上说到 都与这两个东西有关 好 那么到底权限管理包括哪几个部分呢 权限管理 它就包括了 用户的认证和授权 和授权 和授权两部分 好 那么这两部分呢 接下来我就 我就分开来 慢慢的说啊 用户的认证 和什么呢 用户的授权 授权 那么什么是用户认证的 你们理解的 昨天我应该提到这个词了 其实用户认证 就是你去访问系统 用户去访问系统 你去访问系统了 那系统要问你说 你是谁对不对 那用户说 我就是 我是谁 那你说系统说 那你说你是谁 你能访问 我是不是得教验一下 你的身份的合法性 对吧 没错 那用户去访问系统 系统干嘛呢 就是要去 要 验证我们说 用户身份的合法性 合法性 好 那现在这种验证的方式呢 多种多样 我们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 我们用户身份 验证的方法 有哪些呢 比如说 以用户名 密码方式 这是不是一种方式 就我输入我的账号 输入我的密码 第二 还有什么呢 比如你们 现在打卡不打卡 不打了 原来打是不是 原来也不打 比如说在企业上班 或者在学校上课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指纹 对不对 有一个指纹的打卡机 那这个时候呢 注意 那这个指纹的打卡机 那个指纹 是不是就是你的身份的一个标识 对吧 对不对 没错 好 然后再有 你们去网上购物的时候 你有支付宝账号吧 他那有 是不是有一个证书 需要下载到你的电脑 安装对吧 对 那就是什么呢 基于证书的 这种验证方法 等等 等等 很多 对吧 还有就是你去银行 办的银行卡 人家给你了一个什么 优顿 对吧 你插到你的电脑上 对吧 好 那些都是你用户身份 验证的方式 都是用户身份验证的方式 那么验证 谁要验证 是不是系统要验证 你的身份的合法性 对吧 对吧 好 也就是 基于上面这个方法呢 系统验证用户的身份 合法 那这个时候用户 可以 方可来访问 系统 他的什么呢 资源 这个时候是不是资源就出现了 对吧 一会我会详细来说这个词 然后这个是用户认证 那用户授权是什么呢 就是在用户认证通过后 那这个时候系统呢 他就要去看看 你访问我的资源 是不是在你的权限范围之内 如果说我允许你访问 是不是你可以访问 对吧 也就是用户认证通过之后呢 系统对用户访问的什么呢 资源进行控制 也就是用户具有资源的访问权限 才可访问 方可访问 好 这就是用户的授权 那用户 有时候老师 这个用 他咋判断呢 其实用户授权 我们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叫控制这个动词 对吧 其实这个用户授权 你可以就简单理解为什么东西啊 访问控制 就简单理解为访问控制 好了 将来再跟你说授权的时候 你就直接说访问控制就行了啊 然后再跟你说用户身份认证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用户身份验证 验证用户的是什么呢 合法性 身份的合法性 好 这是这两个词我就解释过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逐步来看一下 就是用户认证和授权的原理部分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用户认证 这个是他的什么呢 概念 我们大概了解了啊 概念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用户认证的什么呢 流程 那这个流程图呢 我都不带大家画了啊 我们打开咱们的交换 看一下 看这个图 好 这个图 那这个图呢 你们下课有 哎 我那个文档好像也有好多图啊 这个图是啥呢 这个图是用Office那个VSO画的 应该是也能打开了 你们没装 你试一下 好 那这个图我们来瞧一下啊 首先用户要访问的是系统的资源 对吧 好 那到底系统的资源包括什么东西呢 看我这里边有一些注释 是不是可以 可能包括一些什么菜单对吧 什么链接 这个链接的链打错了 还有按钮方法 这些是不是都属于系统资源的一部分 也就是你就记着 我现在做了一个ERP系统 我这ERP系统里边所有东西都是我的资源 有净的 有动的 对不对 什么是净的 我页面上显示那些花花绿对的这些页面 HT面 网页 那些都是净的对吧 动的 动的是什么呢 动的就是我的数据对吧 那可能我这个ERP里边管理了我全集团所有用户的信息 对吧 那些用户的信息是不是 有多有少 可能这个部门的又有 那个部门就少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动的 注意了 好 那么现在呢 对资源这一块 我们现在呢 脑子里边慢慢慢慢的 要有一个概念了 也就是啊 它不是我们 理解的那么片面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菜单 现在这个资源呢 你要知道 它呢 有进 有动 有数据的 有按钮的 等等等等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来看 那这里边首先呢 用户要访问资源 好 我现在开始看 是否允许 匿名访问 也就是这句是啥意思呢 昨天我们在写的时候 告诉我 我是不是有一个 弄了一个什么 就是 我弄了一个 叫做 公开 公开地址 还有印象没 有吧 好 那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 匿名访问的东西 就是不用认证 也可以访问 匿名访问的资源是什么呢 就是不需要认证 即可访问 就这么一个东西 好 那哪些是呢 比如系统的首要 对吧 是不是 还有一些 登录 还有什么 还有系统的帮助 是不是都是 对 好 然后再看 那么如果你是 如果你访问的这个资源呀 是允许匿名访问 你看 这个 是不是就继续让他访问了 对吧 没错 就继续走了啊 然后如果不是 看我现在开始教验 教验什么 用户是否认证通过 认证通过 你看我这个文档里边 打的有点问题啊 来 打开 你看这点 是不是有扫了一个证 对吧 好 用户是否认证通过 认证通过 那用户如果认证通过呢 就让他继续访问 如果不通过呢 你看好 下边是干嘛 是不是就开始输入用户名密码 进行身份认证 对吧 好 那这个时候再开始认证 如果认证通过 好 YES 继续回到上边去访问去吧 那如果不是 是不是就继续认证 这个是一个环 有同学老师 这个是不是一个死互动 走不出来了 对吧 不是啊 不是对吧 如果说你你没有访问 就让你继续访问的 如果你没有认证通过 就让你一直在认证 反正就是不让你什么呢 不让你访问 对吧 好 这个大概就是咱们说的 哎 流程 这么一个用户认证的 什么呢 流程啊 好 那现在这个流程 我说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 看一下这个流程当中 因为我们是讲原理部分 这个流程当中 哎 有一些 关键性的词语 我能 我们得把它干嘛呢 抽出来 哪些 关键的对象呢 哎 有些东西啊 来看一下 首先这里边呢 是不是有一个叫什么东西啊 叫访问系统的资源 谁来访问 用户 是不是用户来访问 对吧 好 这个呢 我就给他起个名了 起个什么名呢 叫subject 这个subject是啥意思呢 还叫什么呢 还叫足体啊 叫足体 那这个足体 也就是去 你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可以理解为用户 理解为用户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用 我 人去点你的浏览器 我是不是可以点的吧 那你说 我要是弄一个程序 弄个远程接口 去调你的程序 我这个程序 是不是也能 也能去访问你的系统吧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呢 理解为用户 但是要注意 可能是什么呢 是程序对不对 所以说有用户 有程序 那这些干嘛呢 不管是用户也好 还是程序也好 都要去访问什么 系统的资源 而这些足体是系统 需要干嘛呢 对我们说的这个subject 进行什么 进行认证 没错吧 进行身份认证 身份认证 好 这是一个词了 抽出来了 就这个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是否允许 匿名访问 那么 如果说允许了 那你就直接访问 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讨论是认证 如果不是 看你认证通过不通过 对吧 好 如果你不通过 如果你没有认证 那你是不是要 虚拥用户名和密码了 对吧 那我刚才讲的 这个概念里边的 不管是 你的用户名 密码方式 还是指纹打卡机 还是什么 基于证书的验证方式 等等 所以说这里边呢 它都有一个共性 有什么共性呢 就是用户的 什么身份 和用户的 这个什么 密码 这个密码 我可以认为是 它的认证的凭证 能理解不能 也就是用户名 我可以认为 是不是它的一个身份 对吧 你登录网站 是不是要输入手机号 手机号是不是 就是你的身份 对吧 但是你手机号能不能 是不是我给你发了一个 什么手机号的验证码 对吧 动态码 然后你搜到这个短信 你输入这个动态码 是不是才能登 对不对 那这个动态码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密码 对吧 对 所以说呢 往下看 那就是什么 就是身份信息 身份信息 这个身份信息 怎么写呢 叫 叫 principe 叫principe 那好 那这个身份信息 注意听了 一个组体 有几个身份信息呢 多个 对吧 好 那不管是有几个 这个身份信息 通常是干嘛呢 这个通常是唯一的 要不然我怎么 唯一标识你这个身份 对吧 但是 这个身份通常是唯一的 但是一个组体呢 它还有多个身份信息 多个身份信息 但是有一点 注意 不管有几个 它都有一个什么呢 主身份信息 主身份信息 是不是 叫principe 那个那咋片 principe marriage 然后还有一个principe 好 这就是一个主身份信息 那我们的主身份信息 通常才是系统尊重 要管理你的东西 早期 在支付宝 它刚开始建立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账号 不是邮箱 对吧 后来你们没发现吗 手机 对吧 然后再后来发现 现在它旗下 有很多的那个什么呢 系统 它的集团下面 比如说 前两天我看了 有一个万网 你知道万网吗 原来万网是单一的 对吧 它有自己的账号 现在好家伙 被支付宝收了之后呢 那它 怎么办呢 那用户全部统一了 那这个时候身份就多了 万网原来是不是有自己的身份 那现在支付宝也有自己的支付宝账号 对吧 这个全部打通了 所以说这些身份信息啊 你注意点 它是有多个的 你们现在用的就是一个账号 对吧 将来你们到企业里面开发 很有可能是有邮箱 有手机号 等等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这个是唯一的 你要不唯一 你没法教验呀 怎么教验它 维系统 好 这是这么一个身份信息 我们就抽取出来了 然后还有什么信息呢 是不是就咱们说的这个密码 对吧 密码 密码我们这是什么呢 叫做凭证 叫凭证 那这怎么说呢 叫 corrent 是不是啊 那这个是凭证信息 那这个凭证信息呢 我们说可以是什么呢 密码 还有证书 或什么呢 你前面我说的这个指纹 这些是不是都是你的凭证 对吧 没错 比如说老师 有点不对吧 那这个指纹应该也算身份 我说的对吧 每个人指纹是不是不一样 对吧 没错 所以说有时候你在做系统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抽 我是这么抽的 但是我自己去 这个指纹 我去 我去书的时候 我是不是只书 我只按了一下 对吧 我并没有输入密码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说 上面这两个东西就是 足体 我总结一下 就是足体在 进行什么呢 身份认证时啊 他就需要提供 身份信息和 凭证信息 这能理解吧 将来你要去做认证的时候 你马上你先搞清楚一点 就是我们的身份 这个用户的身份是什么 然后呢 他的凭证 我应该怎么去教验他的凭证 对不对 实际上两个东西 我就抽出来了啊 这是我们用户身份的 两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说 是不是该说授权了 对吧 好 那这个授权这一块呢 我刚才概念 大概就说完了 还是按照咱们的套路 我把这个流程呢 也给大家说一下 概念 授权的什么流程 那授权我刚才说 它的作用就是访问控制 那其实认证呢 也是一种控制 只说我控制你的身份 是不是合法 对吧 那下边授权的流程呢 我们看交案这个图 好 往下看 往下看 那这个图里边看好 首先是不是要进行访问资源 分为两个色 一个是什么呢 蓝色 一个是 橘色 那这个蓝色 是不是我上面画的 那个认证的那块图形 对不对 你看蓝色部分 是不是就是认证的 对吧 然后这个是不是就是 我们新的授权部分 对吧 好 仔细看这个图 我们访问系统资源 那么 我看一下 它的身份 这个 就要进行身份认证 那身份认证 如果没有通过呢 就继续让它认证 如果一旦通过 好了 看好 这是不是要进行什么 选先控制 对吧 那好了 那这个权限控制 就是我们说的访问控制 怎么访问呢 咱们刚才说概念的时候呢 说的很清楚 是 用户具有资源的访问权限了 是不是才能访问 对吧 所以说咱们控制的方式呢 很简单 我就是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权限 那我怎么看呢 你看好 我是不是先得给你干嘛 是不是分配权限 对吧 我先得给你分 张三 你有 编辑用户的权限 李四 你有修改上面的权限 这样的话 咱们是不是在这控制的时候 我就能把这个数据拿过来 去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权限 对不对 如果说你拥有了这个权限 你看往下 是不是就继续访问了 对吧 如果没有拥有 你看怎么做了 直接拒绝了 直接拒绝了 啥意思 它跟认证不一样 认证就是说 你没有认证 好 我重新再给你跳转到登陆 你再去登去 是不是 再认证 再去什么 看看你的证书合法不合法 但是这儿呢 就不对了 这儿我就直接拒绝你访问了 为啥 因为你没有权限 对吧 没错 这就是我们什么 授权的流程 授权的流程 好 那这个授权的流程 我们搞清楚之后 按照我们上边讲的这个步骤 我们也把有一些关键的对象呢 也给它抽取出来 来往下翻 在这儿 这是关键对象 那这个关键对象 我们怎么去理呢 看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这么简单的认为 就是授权 是不是访问控制 对吧 这个授权的过程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 理解为什么呢 就是who 谁 要对 what 什么是不是 要对 或者说 哪个 哪个什么 哪个资源 对吧 进行什么 操作 所以说这样 这样一规律 你会发现 是谁 用户 你对我哪个资源 进行 什么样的操作 我是不是就把它总结出来了 对吧 好 然后继续再往下看 那这个who 是啥意思 这个who 是不是就咱们上边分析的认证里边的 哪个东西 告诉我这三个 是不是subject 对吧 那好 那也就这个who 就是主体 即subject 那也就是 上面咱们说的很清楚 认证通过 才是主体 要对主体进行访问控制 对不对 那这儿呢 也就是subject 在认证通过后 我们进行什么呢 系统进行 选线拦截 或者选线管理 就是授权 访问控制 访问控制 好 那么控制的时候呢 你注意看 还有一个 what 那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资源 资源 对不对 是不是对south 对吧 那好 那这个资源也就是 subject 它必须 具备某些资源的访问权限 才能够访问这个资源 具备 哎 我说的这些词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是在这 我给大家弄 弄一些什么 感觉挺高深的东西 马上马上一步一步 就开始分析什么呢 就开始分析 一步一步分析模型了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 从前其后的 有铺垫的 你们要注意听 那具备什么呢 必须具备资源的 访问权限 那么方可访问 该资源 那现在呢 我就出来一个东西 叫权限 资源是不是有了 那这个号是啥意思 其实这个号 就是权限或什么呢 许可 叫什么呢 promission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权限或 许可 对吧 那这个就是权限了 那也就是这个资源 那比如 举几个例子就知道了 比如系统的什么呢 用户的列表页面 这些都是资源 资源 还有什么呢 再举 比如商品的修改 商品的修改菜单 然后再有商品的ID为001的商品信息 你看发现这些资源 是不是都是名词 对吧 对 你看这个是 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一个具体到某一个的商品 对吧 没错 然后现在呢 我们说许可 许可或权限 是不是必须subject的 必须具备资源的访问权限 才能访问资源 那现在subject必须具有 具有什么呢 permission 这个permission 一定记着 是针对谁来说的 是针对资源来说的 针对资源的权限 或许可 也就是subject必须具有 permission 才可以干嘛呢 访问资源 那么怎么访问呢 那这个如何访问 或者说如何操作 是谁呢 这个就需要定义谁啊 permission 就需要定义他了 对不对 那好 那比如说 什么东西 比如说用户的添加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权限 对不对 好 那还有 注意再听 用户的修改 这是不是 好 还有商品的删除 你发现这些权限是不是都是动词 对吧 没错 好 这都是我总结出来的这三点 对吧 这三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 那这个资源 这点非常关键 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列表页面 修改菜单 和商品ID为001的商品信息 好了 这两块东西就有区别了 什么东西啊 看好了 我们把这个资源呢 我们其实啊 可以给它分为什么呢 叫资源类型 和什么呢 和资源实力 啥意思 那也就是说 比如说 系统的用户信息 它就是资源类型 这能理解吗 而系统中 注意 ID为001的用户 它呢 就是资源实力 也就是跟你写的类和对象 差不多一个概念 对吧 那也就是这个 这个类型 是不是就 你可以简单理解 相当于 你写的加瓦类 对吧 那你这个资源 资源实力 是不是就相当于什么 你new的加瓦对象吧 对 有同学老师 这个资源 怎么还这么划分呢 你看我上面列的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 ID 为什么什么的商品信息 对吧 好 那也就是我现在呢 分的一个叫资源类型 和资源实力 这两个词呢 脑子边有个印象 一会我就会用到了 好 现在就是这个 who what 或how 这个什么呢 这个对象的抽取 我就抽取完了 其实我们抽取完了之后呢 不是抽的who what 或how 是抽的什么呢 subject resource 和permission 是不是啊 我抽的是这三个东西 好 那这permission将来就是 我们说什么呢 就是权限 那resource就是什么呢 资源 subject就是足体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抽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权限模型了 你看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为啥 因为你要分配权限 是不是要进行什么 是不是要进行 那你什么呢 把那数据给用户分配一下 你看我说一下 你当时在做第一个项目的时候 是不是有什么 什么用户表 角色表等等等乱七八糟 是不是很多表对吧 好 那么也就是我们在进行分配权限的时候呢 通常是这么做的啊 我应该把这个放到前头啊 叫分配权限 也就是 那么用户需要分配相应的权限 才可访问 相应的什么呢 资源 那也就是权限是对于什么呢 对于资源的一种操作许可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怎么分配权限呢 通常来说呢 我们给用户分配操作 就是资源权限 一般是需要将我们说的这些权限信息 叫持久化 怎么做 是不是我们可能会给它存到哪呢 数据库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要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 关系数据库中 好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遇到了一个事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数据库的表呢 要给它创建一下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权限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 首先是用户对吧 那好 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 再有就是资源吧 你看看往上翻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subject的对吧 那它不就是相当于用户的 然后再往后资源对吧 然后再有是什么 是不是犬限对吧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 大概你知道 基本的三个东西是用户资源和什么 和犬限 但是我们之前做第一个项目是不是也用到什么呢 角色了对吧 那角色的目的是什么 角色的目的就是为了和犬限 把一堆犬限给它干嘛呢 绑到一块 方便进行分配对不对 所以说呢 基本上我们按照上面分析的就把它总结出来 下面这几个模型 那这是几张表呢 如果我要设计的话 这几张表 是不是主体一张表 资源一张表 犬限一张表对吧 角色一张表 这是四张表对吧 然后角色和犬限是不是 是一个关系表对吧 然后主体和犬限是不是也是一个关系表对吧 所以说这六张表呢 我就理成这么一个图 注意看 能看懂不能 首先我们先看用户 就是一个单独的表 不管它了 然后再建一个角色 好了 那你看一下 用户和角色 一个用户 是不是可以有多个角色 相同的角色 是不是可以分配在不同的用户身上 这是不是多对多关系 然后继续再看 角色和犬限对应 角色下边是不是可以有什么的 可以有多个犬限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给你定一个就是什么呢 叫做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下边有 用户添加犬限 用户修改犬限 是不是一个角色有多个犬限对吧 那你说我现在再给你弄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总经理 总经理角色 那这个总经理角色 它也包括什么呢 用户查询 用户修改 那你说我相同的权限 是不是可以包含在不同的角色 这也是多对多 也是多对多 但是权限和资源 我告诉你 就不一样了 一个资源 它是对应什么的 多个权限的 也就是这个资源在系统当中 是不是有限的 资源在系统当中 是不是有限的 我们昨天做的那个系统 比如说你们做的ERP系统 整个ERP系统 左侧显示的菜单 是叫做用户管理这个菜单 它就是用户管理的菜单了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系统资源 它是固定死的 还有你写的那么多类 类里边的不同方法 那些方法是不是也是固定死的 所以说这个资源 在系统当中是固定的 那么我们又就是 针对固定的这些 静态的资源 或者动态的资源 来干嘛呢 分权限是吧 所以说它是不是就是 一对多关系 对不对 没错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看 由于用户和角色是多对多 所以我中间呢 就理了一个什么 关系表对吧 然后角色和权限的多对多 我中间是不是也理了一个关系表 大家看这个图是能理解吧 好 但是我现在开始演变了 往下再演变 怎么演变呢 那通常呢 我们把权限和资源分开呢 哎 我们不这么做 我们你知道 我们在 我们在实际去干嘛 去开发的时候 是不是讲究 一个快捷高效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这么干了 就什么 我们把权限和资源就合并了 我把这两个东西就合并了 看好了 我怎么合并 我就统一合并为一张表 就是什么呢 权限表 在这个权限表里边 原来资源可能是资源名称 资源访问地址 权限名称 对应的资源ID 当然我现在一合并 就合并成这么模样了 就是权限名称 资源名称 资源访问地址 我是不是把这两张表 合到一块了 合到一块 就变成我现在这个东西了 是不是五张表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们一般说的 权限管理的通用的数据模型 就是这五张表 就是用户角色权限 用户和角色的关系 角色和权限的关系 但是你学过 今天的课 你应该知道 还蕴藏着一个什么东西 资源 对不对 这是这么一个演变的过程 你们一定要清楚 你说我要是直接跟你说 我说 通用的五张表 哪五张表 你说我也理解的 其实你不知道 他还有一个他 对不对 你要知道 权限是针对资源来说的 针对资源来说的 好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 权限的模型 是这一句 这就是我们说的通用模型 好 那我现在把这权限的模型说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 如何进行权限控制 有人说老师 我在进行授权的时候 具体该怎么做呢 其实我在讲的这些知识啊 是窜起来的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现在在讲的权限控制 其实才是真正我们授权的核心 那么授权 我刚才说过概念 它是不是就是仿控制 对不对 这个才是授权的核心内容 核心内容在这 核心内容在这 那就是我们要是做这个权限 就是任何授权这块东西 前面我讲的东西还少不了 你比如说 我们要进行分配权限 怎么分配呢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 把这个权限模型先建立起来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权限模型建立起来之后 怎么的呢 我们是不是要把用户信息 要把什么呢 要把我们说的用户信息 和什么呢 和权限信息 和用户分配的权限信息等等 我们是不是都要写到哪呢 写到我们的数据库中 我们的数据库里边 是不是就建立了我们的权限的数据模型 对不对 就这么一个过程啊 那这一块将来 如果让你们去写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单独要提供一个模块 叫分配权限模块 增三改叉得有了吧 是不是 你想吧 就上面这些东西 对用户的增加改参有 对角色的增加改参有 对权限的增加改参有 给用户分角色的有 给角色分权限的有 所以说我告诉你 这个权限你不要小看 很多企业在做权限的时候 就发现每次做权限都头疼 为啥 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是不是 工作量是很大的 那我现在就来讨论一下 那我现在就来讨论一下 权限控制的 权限控制的它的方法 那我说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注意听 一个是什么呢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然后另外一个是基于什么呢 基于资源的访问控制 好怎么样 什么叫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在这个业内呢 它有一个名词 叫什么名词呢 叫做应该是叫做什么呢 叫做BA 叫BA 叫什么东西啊 叫叫叫叫叫叫叫R R是什么 R是弱 是不是啊 然后RBAC 这个词 你看RBAC啥意思 你看好 B是什么呢 基于 然后这个A是什么呢 OXS 然后还有什么 C是不是 Ctrl是吧 好这个就是 业界说的什么 RBAC RBAC 人家已经什么呢 开始分析基于角色 怎么怎么做 对吧 好 那这个就是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那这个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到底是怎么访问控制呢 其实啊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都知道了 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系统这么做 比如 我们现在这么做 我们的系统的角色 包括什么呢 部门经理 然后还有总经理 对不对 等等 那你说 我现在定这个角色 我的目的 这些角色 是不是都是针对 我们的用户在划分 对不对 就是这些角色呀 你要搞清楚 都是针对用户来划分 来划分 好 那我现在呢 要基于角色访问控制 我怎么写呢 我可能在咱们的系统代码中 我的实现方式 我可能就是这么实现了 怎么实现呢 我叫if if if什么呢 if user has rope 也就是 这个人 是不是这个部门经理 你看看我这个尾代码 你们能能看懂吗 如果这个 注意听 如果该用户 是部门经理 则可以访问 if中的代码 也就是这里边 就是我们的访问 具体系统的什么呢 资源的内容 这能理解不懂 好 现在呢 我把这个角色定好了 代码我也写好了 这个就是基于角色访问控制的实现方式 那我现在这么实现的话 其实啊 它是有问题的 有什么问题 各位你们知道吗 因为啊 这个角色 它是针对人来划分的 是不是啊 但这个人你知道 它是活的吧 对吧 也就是人作为用户 作为用户 在系统中 它是属于什么呢 活动内容 属于活动内容 那么也就是后期 如果说该角色 它可以访问的资源出现了变更 这个时候就需要修改你的代码了 对不对 比如 比如什么 比如我现在要求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资源的内容 我就给它具体化了 叫什么呢 叫查询用 叫用户报表吧 叫用户报表 好 那我现在呢 我这么干了 我现在要求 需求变更为 就是部门经理 和什么 总经理 都可以 查看 这个用户报表 那你说我现在这个代码 应该改成什么 改成是不是 这东西我应该这么写了 就衣服 然后怎么写 你看我这是不是该 all了对吧 那好 再来一个 那这个就变成什么的 总经理 对吧 那你说 所以说我说这个问题是 针对上面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们说 基于什么 角色的访问控制 是不利于系统维护的 这不利于系统维护 其实我就说 可扩展性不强 对吧 好 这大案能理解吧 那我说的这个代码呢 有些同学呢 还是我说的 你要发散思维 有时候课下 你发散思维 那我现在再来看 你说这种不行 那基于资源的访问控制 都行吗 那基于资源的访问控制 也叫RBAC 当然啊 原始的 标准的RBAC 就这么一个东西 只是说现在RBAC 提出了一种 新型的RBAC概念 叫什么呢 叫Resource Based Access Control 这个是基于什么 基于资源的访问控制 好 那有时候老师 基于资源的访问控制 就比这个要好吗 那你知道 注意清 这个资源 在系统中 是不变的 是不是不变的 对吧 也就是比如说 资源有什么呢 有你的 类中的方法 你说我这个写完 是不是就不变了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你 页面 什么呢 你的页面中的什么呢 按钮 页面中的按钮 有人说老师也不对啊 这个按钮 我这我也可以 给它删掉 对吧 那你说 但是我这个按钮 写完之后 我是不是得干嘛 得把这个按钮 分配不同的人 让他去操作 对吧 那这个不管谁操作 我这个按钮 是不是不动的 对不对 好 那你说我现在 如果要基于资源的 这种访问权限 我该怎么教验呢 你要注意 对资源的访问 我们是不是需要 具有什么的 具有 permission 是不是也就是权限 对吧 好 那我现在呢 咱们这个代码呢 就可以写为什么呢 我就这么写了 我就这么写了 把上面的东西 拿过来 拿过来 那好 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呢 我现在就可以改了 就不是用户了 就谁了 这一块的东西 还是用户报表 对吧 我现在判断的时候 就变成谁了 就变成他了 然后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用户报表 查看 你看我是不是变了 对吧 好 这有啥区别呀 如果这个人 是部门经理 是不是才能查报表 如果你这个人 有用户报表 查看的权限 权资源 权限是不是 对着资源来说 如果你这个人 有这个用户报表 查看的权限 你才能执行 我这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 是不是就报表 查看的代码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说 上边的这种方式 就可以解决 可以解决什么呢 就可以解决我们说 用户角色变更 而不用改我的什么呢 权限这个控制的这个代码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你给举个例子 我现在呢 原来是部门经理 我部门经理 可以查用户报表 那我是不是就给部门经理 分配这个用户报表 查看的权限 对吧 好 那后来又改了 说什么呢 说总经理也可以查看 这个什么报表 我是不是就给总经理 分配权限也行了 这个时候用 这个部门经理一登陆 总经理也登陆 我只需要干嘛呢 如果出现 注意听 如果需要来变更权限了 我只需要怎么办 在我的分配权限模块 去操作 然后呢 怎么干 给部门经理 对 或什么的 和总经理 增加 或 删除 权限 是不是啊 但是我这个代码 我用动 不用动 不用动 为啥 因为下边 是不是就是用户报表 查看 就是我们的资源 而这儿 是不是这个东西 虽然是变量 是不是也是资源的 什么的 权限的什么的 一部分 对吧 没错 好 什么我现在就把这个基于角色和资源的来就讲完了 那么我们想我们要做的时候就建议使用哪种方法呢 是不是基于哪一种资源的访问控制来实现权限管理 好